昨天晚上九點四十一分 台東關山市發生了規模六點四地震 當地是包含了粘米廠 還有水泥浴瓣廠 都出現設備毀損的情況 而至於在鹿野鄉也傳出災情 有那股塔因為強陣 導致塔位整排都倒塌 骨灰也散落在地 還有廟宇的牌樓倒塌 柱子出現裂痕 台東縣府是宣布 因為海端鄉 池上鄉 關山陣 鹿野鄉 還有岩坪鄉 有多處的道路軍鏈 坍塌或隆起 而且餘震不斷 所以十九號這五個鄉鎮地區 也停班停課 走近位於關山陣的 新乾坤粘米廠 可見鋼樑扭曲變形 支撐不住乾燥機 跟儲存桶整個垮掉 關山陣出毫米 出產的關山米乖乖全台文明 但一場大地震 卻造成粘米廠受損嚴重 在一兩個月 二期倒作就要收成 無法運作 將直接衝擊 關山倒農 同樣位於鎮央 損失慘重的 還有這間水泥浴辦廠 機具嚴重變形 部分從高處墜落 部分搖搖欲墜 對工程會有什麼影響 對工程應該都會延宕 一場天窯地動 位於陸野的保華橋 已經有三十九年歷史 雖然橋墩先前已做拖架來支撐 但仍經不起地震強烈搖晃 橋面因為擠壓 錯會斷開 陸野的那谷塔也是嚴重受災區 樓地板均裂 存放塔位的櫃子翻覆 導致不少骨灰潭衰落地面破碎 骨灰灑落一地 有家屬聽聞地震趕緊來查看 台東縣政府承諾 一定會協助處理 讓家屬放心 同樣也位於陸野 這間寺廟有一側牌樓 硬身倒塌 橫躺馬路中間 道路無法通行 而中間牌樓的柱子 出現巨大裂痕 牆壁也都均裂 九一七震度最大出現在池上高達六牆 大坡春更有一戶房屋 均裂明顯走位 規模強達六點四的前鎮 加上深度只有七點三公里 就已經讓不少地方災損連連 要怎麼善後重建 受損民眾心情沉重 記者張明哲 林志門吳家寶綜合報導